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远是有足够的清晰性 让我们在神面前立行目前神给我们的责任 圣经对一个六岁的孩子 是足够清晰去明白上帝要求他做什么 同样的对一个成熟的神学家来说 圣经也有足够的清晰性 让他明白上帝要求他该如何行 但是圣经的清晰性 就正如我们在上帝的掌控这个主权属性里面看到 圣经的清晰性是因人而异 针对个人的 Person Relative Person Specific 因人而异 针对个人的 圣经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彻底的清晰的 圣经并没有那种的清晰性 去满足一个只不过想要知道关于神的事情 一些的猜测性的知识 并不要满足这些人的需求 反之 圣经在实际上是足够的 足够让每一个人知道 上帝要求他愿意他如何行 我们强调圣经的清晰性的 个人的这个层面 就很自然 令我们去看到上帝的第三个主权属性 就是上帝亲自的 同在或者临在 God's Personal Presence 前面讲了上帝的掌控 上帝的权柄 现在讲上帝的同在 生命纪第三十章 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 上帝通过摩西这样的 像以色列人说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 不是你难行的 也不是离你远的 不是在天上 神里说 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 是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 也不是在海外 神里说 谁替我们过海取下来 是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 这话却离你甚近 就在你口中 在你心里 使你可以遵行 上帝的话 是离以色列人 近的 是在他们 面前 对他们来说 是灵在的 present to them 从字意上来说 这个是正确的 因为上帝的话 就在律法书里面 第十节 这个是在 月会旁边的 那个成文的文件 利位人 必须每七年 聚集 以色列民 读律法书给他们听 圣明级三十一章 九到十三节 好觉他们 跟他们的儿女 能够听到 遵行 圣明级六章 六到九节 因此上帝的律法 要写在他们的 新版上 圣明级六章 第六节 上面这段讲的是 从字意上来讲 律法书上帝的话 是靠近他们的 从御义来看 神的话也是靠近的 圣明级第三十章 十二到十三节 所问的问题 谁上天 谁过海等等 就假设了 上帝的话 必须要有 很大的努力 才能够领受的 若没有这种的 很大功夫的 好像朝圣的旅程 我们不能够明白 不能够遵行圣经的 上帝否认这种的假设 他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不明白 我的话是怎么一回事 你们可以遵行的 因此 圣经的清晰性就是 圣经的临在圣经的靠近 The presence of scripture The closest of scripture 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 第五到第七节 为圣明纪第三十章 十一到十四节 做了一个基督论的应用 罗马书第十章 第五到第九节 摩西写着说 人若行出于律法的义 就必因此活着 唯有出于信心的义 如此说 你不要心里说 谁要升到天上呢 就是领下基督来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 就是要领基督 从死里上来 他到底怎么说呢 他说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 神加得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这里 保罗在圣明纪第三十章 看到 不仅仅是 透过遵行律法而得福 的一个的应许 保罗看到的应许 是不止这一个 他看到 在圣明纪三十章 这段经文里 律法的灵在 律法的同在 是指向基督的 听到摩西德话的人 假设这个话 必须有很大的努力 才能够领受到 但是上帝的话的临近 所宣讲的 是恩典 不是人努力 不是人的功夫 在基督里 我们不必 跑上天上 因为 祂 因为祂的恩典 已经降临到 我们这边 我们也 不必 跑到阴间 因为基督 因为祂的恩典的缘故 从死里复活了 现在 上帝的话的临近 乃是耶稣基督自己 在信心的道上的临近 就是说 耶稣基督在保罗的福音里面 临近我们 我们在福音里 遇见基督 就当我们承认 相信的时候 我们就得救了 我们再重复 我们在福音里 能够见基督 当我们承认 我们相信祂的时候 我们就得救 所以在这里 上帝的话的清晰性 是什么 就是 基督在祂的话里面 的灵在 是那么伟大的 一个的同在 保罗有没有 扭曲生命纪 30章11到14节的意义呢 表面上来看 好像是 摩西的话讲的是 遵行律法 保罗所讲的是恩典 好像保罗扭曲 但是请记得 两件事 第一 律法本身 是宣告基督的公义 和基督的恩典的 约翰福音5章39到40节 第二 圣灵纪30章本身 也劝告以色列人 不要靠自己的努力 那是要信靠上帝的恩典 这样子 使神的话 临到他们 更重要的是 进到他们的心里面 上帝三个不同的主权属性 肯定 是彼此同工的 上帝在祂的话语里面的同在 就是祂主权的 是祂主权的选择 强调上帝话语的全病 上帝透过祂的话 临近人 好叫我们能够遵行这话 圣灵纪30章15到20节 上帝话语的掌控 和上帝话语里的全病 把祂的话 带到祂的子民当中 也就是说上帝的掌控 让祂全病导致 祂透过祂的话 是在祂的圣约里面 与祂的子民同在 第29章结束 第30章 第30章 圣经的必须性 The Necessity of Scripture 原著是第210页到215页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到 圣经的属性的第二个三原著 就是圣经的必须性 圣经的涵盖性 和圣经的完备或者足够性 我前面已经指出过 第一个三原著 的焦点是说 圣经本身有什么素质 第二个三原著 所专注的是 圣经为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 圣经如何在我们生命中 应该有一个最尊贵的地位 学习逻辑的学生 都很熟悉 这两个的名词 就是必要条件 necessary conditions 和 综合或者是完备条件 sufficient conditions 必要条件和完备条件 A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B 假如说A是B的 必要条件 的意思是说 若没有A 就没有B 若没有A 就不可能有B 假如说 A is a sufficient condition of B 所以A是B的 完备条件 的意思是说 若有A 就肯定有B 读者会注意到 假如A 是B的必要条件的话 那么B 就是A的完备条件 反之 也是一样的 因此 圣经对我们的属灵生命 是必须的 意思就是说 若不信靠圣经 我们就没有灵命 圣经 也是完备足够的 意思就是说 假如我们相信信靠圣经 我们就有属灵的生命 我还加上涵盖性 组成一个三元主 我要强调的是 圣经是必须的 圣经是足够的 完备的 不单单一般性 对我们的生命是 必须和完备的 而且对我们生命的 每一个层面 都是必须和完备的 就正如前面 第一个三元主 我在这里 也把这三个圣经的属性 与上帝的主权属性 连起来 我承认我在这里 有一点点的牵抢 但是 下面我要讲的话 就告诉读者们 这一段讨论 与整本书是什么的关系 necessity 必须性 comprehensiveness 涵盖性 还有sufficiency 完备性 necessity 必须性 所专注的是上帝的权柄 准则的观点角度 因为 必须性带来的是 你必要如此如此 a must 你必须如此 告诉我们 我们若要在上帝面前生活的话 必须要是怎么一回事 what must be 涵盖性 comprehensiveness 专注的是上帝 有他的大能 去掌控我们生命的各种的处境 透过上帝的护理 上帝确保 圣经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上 都有他的管制的 这个是处境的观点角度 第三 sufficiency 圣经的完备性要讲的 是神是很亲密的 与我们同在的 存在的观点角度 因为 圣经的完备 是让我们与神的关系 完满满足 就是说有 他的赐福 当然有他的定罪 我们不必在 饥渴上帝的话以外 去饥渴其他的话 这三元主的第一个属性 就是圣经的必须性 当我们说 圣经是必须的时候 意思很简单的 就是我们需要圣经 We need it 当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 在旷野里 撒旦要挑动耶稣 去解决他戒的问题 把石头变为面包 耶稣引用了生命纪 第八章第三节 来回答人 或者不但是靠食物 那是靠上帝 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 马得分第四章第四节 曾然 人类是需要食物的 但是我们对上帝的话的需要 是更更重要的 很明显的 我们在一般的意义上 是需要上帝的话的 因为上帝赐下他的话 因为上帝创造万物 包括创造我们 是借着他的话 创世纪第一章 四篇三十三篇第六节 跟第九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 上帝也是借着他的话 拓住我们的存在 不断地拓住他 四篇一百四十七篇 十五到十八节 约翰福来书第一章第三节 但是生命纪第八章第三节 和马得分四章四节 很细地说明 上帝的话 上帝成文的话 就是我们的圣经 是我们必须的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 在开卷第一章 第一段 是将来讲圣经的必须性的 第一章第一段 虽然自然之光 上帝的创造 护理工作 彰显了上帝的善良 智慧全能 教人无可推诿 却不足以使人认识上帝 和他的旨意已是得救 所以上帝愿意多次多方 将自己向他的教会启示 并向教会宣布他的旨意 之后为了更加保守 传扬真理 更加的建立安慰教会 抵挡肉体的败坏 撒旦于世界的恶意 就把这些全部记载下来 因此圣经是最必须要的 因为上帝先前起 其实他旨意给他百姓的方法 现在已经不再用了 亲战喀巴在这里建立了圣经的必须性 这个教育 根据的是其他方法的启示 是不足够让人认识到救恩 但是 下面是弗兰姆要讲的 但是圣经也是必须的 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 就是这个约的本质 因此圣经是必须的 首先 上帝成文的话 上帝写下来的话 对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必须的 神是我们蒙约的主宰 我们在本书第二章和二十四章已经看到 约是主宰和他的仆人 或者成熟之间的关系 这关系的本质就是 主宰的掌控权柄和同在 首先 神成文的话语 对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必须的 神是我们蒙约的主宰 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二十四章看到 约就是主宰和仆人 主宰和成熟之间的关系 这关系的本质就是 主的掌控权柄和同在 在这个关系里面 主向他的成熟讲话 定义了这个约的关系 主宰所讲的话的不同的元素 就相配于整个的立约的条文的方式 主宰说明了他的名字 他以前怎么搭救 他的成熟带来的好处 就是历史的序言 他的律法 这是他的规定 他的警告 威和和他的应许 然后呢 下面他有一些的规矩 怎么样在未来的日子 执行这个约 从这我们看到 约是一个话语性的关系 当然他也是其他的 但是约的本质之一 它是一个话语性的关系 没有主的话 就没有约的权柄 承然的没有主的话 就没有约 听从我的声音 和守我的约 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 是平行的 参考 圣明记三十三章第九节 诗篇八十九章第三十四节 十节就是约的话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八节 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三节 列代至上十六章十五节 列代至下三十四章三十一节 参考 约的十八 圣明记九章第九节 跟第十一节 还有其他的经文 在圣明记第四章十三节 十节就是约本身 十节就是约 参考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一节 列代至下六章十一节 以色列若不遵行上帝的话 他就是违背了上帝的约 列为记二十六章十五节 所以若没有写下来的约文就没有约 也没有约主 同样的 耶稣跟我们说 我们若爱他 我们就必遵循行他的诫命 若爱福音十四章十四章十五节 二十一节 二十三节 若爱福音第十五章七节跟第十节 参考约翰一书二十二章三节 约翰一书五章三节 约翰二书第六节 还要参考马可八章三十八 约翰十二章四十八节 请注意 耶稣的话 对我们的生命是绝对的必须的 约翰六章六十八节 我们若不遵循耶稣所讲的话 我们不可以称他为主 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 既然耶稣并没有写任了一本的书 我们必须相信 他的使徒们跟门徒们写下来的 新约的书卷 来让我们进入到 这个与主的约的关系 参考本书第二十章 很多人往往都宣称 自己与基督有个人的关系 同时又不很清楚 究竟圣经在这个关系中 扮演什么角色 但是基督与他的子民 所建立的关系 是一个约的关系 因此是一个话语的关系 在各种其他的特性之间 这个约其中有一个特性 就是有话语的关系 今天耶稣的话只有在圣经里找得到 因此假如我们要有一个与耶稣的约的关系的话 我们必须要承认圣经是他的话 没有圣经没有主 没有圣经没有基督 还有没有圣经没有救恩 救恩是上帝身为约的主宰的大能的作为 上主介入来大救他的子民 所以在至高的意义上来说 救恩从最终救出来 是耶稣基督的牺牲的死和他的复活带来的结果 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话语性的作为 因为我们是透过上帝的信息 就是福音的信息学到救恩的 我们也是信靠这个福音的信息而领受救恩的 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 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没有福音没有这个信息 就没有可能得救 基督的大能的工作不是人的智慧可以设计出来的 凡人来报道耶稣的死跟复活 是不可能告诉我们我们所需要知道的 赎罪这个救恩是来自上帝永恒计划的智慧 他的意义只能够透过上帝的话才能赐给我们的 是上帝的应许说我们若相信我们就得救 一般人的应许呢 我们可以不理睬 当作是一个虚空的一种的愿望 一厢情愿的话 既然救恩不是靠着人的努力 人的行为 也不是靠着人的智慧 在释迦的信息里 上帝灭绝了智慧人的智慧 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九节 使他成为于左而是结 把罗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六到十三节 这样来形容他的宣讲的 因为福音超越了人的智慧 因此必须用圣灵所指导的话 领导我们 今天这些的话只能够根据圣经 因此没有圣经 没有救恩 下一讲我们会看到 富兰姆在这一章圣经的必须性里面 做一个非常精彩的应用和结论 是一个他个人的呼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